各位好,我是中心社记者李纯 我现在是在新加坡的香格里拉大酒店 第20届香格里拉对话会将于6月2日至4日在这里举行 香格里拉对话会由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发起 引起每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酒店举办而夺名 那么据该研究所网站已经发布的消息 来自超过40个国家的近600位代表将参加本届对话会 从会议主办方公布的日程来看 今年香会的开幕晚宴将于今天晚上举行 澳大利亚总理阿尔巴尼斯届时将发表主旨演讲 6月3日至4日大会将进行7场全体会议 2日和3日的下午还将围绕网络安全、军力发展、核安全等一提 进行6场平行会议 大会期间有关国家将进行多场双边或多边的会议 据了解亚太地区安全热点化敌仍将是今年香会关注的焦点 包括建立稳定且平衡的亚太地区 解决地区紧张局势、亚太地区安全的新伙伴关系 打造合作安全模式等等 中国国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将应邀出席第二十届香格里拉对话会 在6月4日早上的全体会议上 李尚福将就中国的新安全倡议议题 做大会发言 并于多好七天会见有关国家的代表团团长